马可福音第九章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经历死亡以前 必定看见上帝的国带着能力临到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 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人 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由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与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 我们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很害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从他 门徒连忙向周围观看 不再看见任何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一起 下山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 你们不要把所看到的告诉人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 彼此议论 从死人中复活 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 文士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说 以利亚的确先来复兴万事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 他要受许多的苦和被人轻慢吗 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他们任意带他 正如经上指着他说的 他们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一大群人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都很惊奇 就跑上去向他问安 耶稣问他们 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 众人中的一个回答 老师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的灵覆着 无论在哪里 那灵拿住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吐白沫 牙关紧锁 身体僵硬 我请过你的门徒 把那灵赶出去 他们却不乐 耶稣回答 哎 这不幸的世代啊 我和你们在一起 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 他们就带了他来 那灵一见耶稣 就使他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吐白沫 耶稣问他父亲 他得这病有多久了呢 父亲说 从小的时候 那灵 驴刺 把他扔在火里 水里 要治死他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 立刻喊着说 我信 求你帮助我的福 信 耶稣看见 众人都跑上来 就斥责那乌灵说 你这浓雅的灵 我命令你 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灵大喊一声 使孩子猛烈地 抽了一阵风 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以致众人多半说 他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私下问他 我们为什么 不能赶出那灵呢 耶稣对他们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邪灵 总赶不出来 他们离开那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因为他正教导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三天后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 又不敢问他 他们来到加摆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最大 耶稣坐下 叫十二个使徒来 说 若有人愿意为首 他要做众人之后 做众人的用人 于是 耶稣领一个小孩过来 让他站在门徒当中 又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的名 接纳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纳我 凡接纳我的 不是接纳我 而是接纳那差我来的 约翰对耶稣说 老师 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阻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阻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 行义能 反倒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凡以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一定会得到赏赐 凡使这些信我的 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石 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扔在海里 如果你一只手使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一只手进入永生 比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还好 如果你一只脚使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瘸腿进入永生 比有两只脚被扔进地狱里还好 如果你一只眼使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 比有两只眼被扔进地狱里还好 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因为每个人 必被火像盐一般烟起来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咸味 你们怎能用它调味呢 你们中间要有盐 彼此和睦 我一起去掉下去 你打得如捻 你平衡 非常明确 你有种意味